正如剛才所說, 現今的香港醫療體系中, 經常發生,最近有很多醫療事故, 但其實醫療事故是未經調查, 未有證實之前, 我們可否叫做醫療事故, 其實我們始終要叫做醫療事件, 但現在醫官的文化就是, 有錯就先認了, 他覺得錯,我們不覺得錯, 我們前線同事覺得有很多問題, 其實醫病時是合理性出現, 例如手術病發症, 但醫管局的高層需要我們通報, 他們通報後未經調查就向外公報, 我不會指明是否有哪個事件, 但我們覺得這令前線同事很困難, 其實這個投訴的文化, 在香港當然很普遍, 但醫生來說, 醫生工作真的很繁重, 也要處理這些投訴, 壓力很大, 當你半夜三更工作時, 你不是想怎樣醫療病人, 你想怎樣避允禮被人投訴,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前線同事很希望師長, 很希望唐先生, 你如果真是當特首之後, 你怎樣去回應這些投訴的文化, 怎樣從上而下去改變我們這麼惡劣的工作環境,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跟HA的高層真是無計談, 在這方面, 謝謝。 可不可以我, Despite的叮叮, 可不可以請你解釋, 我知道, 因為我想你可不可以再 elaborate多些少, 我明白你的。